這裡的人都好熱情 對呀 難怪這麼多人喜歡來這邊 對呀 感到熱情味 這個就是林投火 我們現在要來參觀野營地下屋的導覽 這個地下屋是不能隨便進去的 一定要有導覽的人帶 因為裡面還會有一些民宿在裡面 所以不能隨便出去打擾他們的 帶我們導覽的是262老爹 262老爹也有在經營民宿喔 這個地下屋啊 就是當初為了要擋避颱風用的 然後它這邊還有一個排水孔 如果說颱風下雨 下太大 然後淹水的話 那它這個地形它是斜的 所以它的水它就會從排水孔流出去 這個就是排水孔 然後水就從這樣子流過去 這樣子水就不會經過他們家 美麗 你看這有門牌耶 好可愛喔 它這邊門都好小喔 對啊 它這個是防小偷的 而且口袋小偷不容易 他們說睡覺的地方就在這邊 然後廚房就在這邊 然後我這個 這個不是比較低嗎 對 你要反過來睡 對 因為它說 高的地方是 以前沒有枕頭 所以 會高的地方是枕頭 然後低的地方 是腳 因為以前也沒有尿布 所以小孩尿尿的話 直接尿下去 尿下去 尿到那個小子 才會往下裡喔 欸 你看 那邊 好多魚喔 蛤 它是以賽的欸 嗯 講解的說 這個上面都是他們放財產的地方 表示他們去捕了哪一些魚啊 或者是獵物啊 這些 所以越多的就表示他們的財產越豐厚 他們說這些都是真的喔 是 我真的 真的魚 然後每個地下屋啊 都會有一個石頭放在這邊 是聊天的地方 然後這邊是給女生做的 這邊是給男生做的 紮葉我們跑這間跑了三次 都吃不到飛魚炒飯 現在才7點10分 看這滿滿的簽名就知道了 最近有多了滿 滿滿的簽名 我們點了這個 叫做情人的眼淚 老闆娘剛剛說 這個是長在芋頭天的藻類唷 我覺得這比較像是 我們沒吃到飛魚炒飯的眼淚 沒錯 錯太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眼淚 這還滿好吃的 結果我們點了這個乾飯 我們今天一整天都不是吃那些 在我們口袋名單裡面的東西 這也很好吃 對 真的好吃 老闆 你們明天幾點開門啊 11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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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好那我們明天是11點半見了 明天是每天生日 所以我們今天要幫他清一生 我們買了這個泡芙 幫他過生日 欸這個風好大喔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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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快點 快點 吹蠟燭 生日快樂 哇 生日快樂 欸你看這海龜 好可愛耶 對啊 海龜泡芙 好可愛耶 生日快樂 耶 哇 早安 我們今天要去參加東青的豐年祭 那在要去豐年祭之前呢 我們先來吃這間 美樂朋友推薦的蘭嶼古早味早餐店 它這邊的蛋餅是用古早味的那個粉去做的蛋餅 這是一般的粉餅 哇這裡好多行程喔 來這裡還沒有排行程的話 就先來吃這間早餐店好了 這紅水還是古早味紅茶耶 對 看起來很好吃耶 它不只是蛋餅它還有加蔥花耶 它這邊有好多種不同的醬料給你選擇喔 Melody你要加什麼醬 吃空都加這個 吃個蛋餅加這麼多醬 哇地瓜餅加蛋 它這感覺就是蛋然後裡面包的地瓜餅吧 我要先來吃吃看這個地瓜餅加蛋 這個地瓜餅不用加醬嗎 我好像不用加醬料 這有味道耶 通常地瓜餅是會變醬的耶 地瓜的味道甜甜的在裡面 你看這個原味蛋餅 原味地瓜餅裡面的地瓜很明顯 吃空這個蛋餅加醬油還有醋不錯耶 好吃 我覺得它 沒有加醋 它有味道加醋 它真的美味 美味吧 好吃 地瓜餅好吃 蛋餅也好吃 紅茶也好喝 有羊耶 啊 嗨 這邊就是虎猴坡 這邊就會有幾隻山羊 然後就站在這個上面 至少看著這群人們騎著機車 我們今天要去週期 因為今天是週期 現在因為這時間 還是長官的致辭時間 所以我們先來野營這邊泡這個冷泉 它這個野營冷泉就是這樣 嗚喔好冰喔 它這個是淡水耶 不是鹹的 你看這裡 有比較深耶 再走過去那邊就應該是海沿 這邊還是冷 好啦東青小米祭 超多 而且你看還有人在上面 這邊 大家都在這裡看著 看看表演 這邊有表演 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到我們東青的小姐們漂亮 看看就好齁 不要留愛也不要留信心齁 它平板洲上面有放很多東西耶 然後是碧瓜 還有魚頭 椰子 還有 飛魚畫的 風靈 乾澀 它這邊的小米祭啊 就是會在一艘平板洲上面 然後放了很多的東西 然後來象徵著豐收的意思 所以說他們今年有一個豐收的結果 那通常這個小米祭 都是在飛魚祭結束的時候會辦 欸你可以去跳 我愛你做的 我愛我愛你做的 我愛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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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這個小米祭啊 上一次舉辦已經是好幾次年前 我要去跳 我去跳 好去吧 去吧 我愛你做的 我們都去女士長 我愛你做的 我愛你做的 我們黃藝人也下去跳了 腳步不要管他啦 你就是左邊右邊有動到就好了 20年前耶 非常非常的開心喔 大家一起練舞 等一下跳舞 一起來跳 你們也來 你買的耳環好好看喔 不錯適合最後一天戴 他是拍手來往下 就是全部 律動一個律動一個 他會我嗎 他好會喔 他好會喔 這個要回去那個驗收一下喔 他這個小米雞啊結束之後 中午還會有美麵的東西讓大家吃喔 就是慶祝豐收的飲食 可是我們現在中午 要敢去吃另外一家炒飯的飲食喔 我們又回來跳舞外帶的一杯 小米酒咖啡 然後它叫做米咖嚕 外帶的話要帶來自己的杯子喔 然後這個是他借我們的杯子 我們等一下還要拿回來回來 那外帶再自己的杯子的話 自己的20塊喔 所以今天老闆娘好有環保意識喔 對啊 嗯 他這邊還有一個活動就是如果說 你幫他們帶一公斤的垃圾回台灣的話 他還會送個禮物給你們 終於跑了三次 終於可以吃到飛魚炒飯了 色藍的飛魚炒飯 我們先點了這個芋頭冰沙 今天你只要試試看喔 古早味芋頭冰沙 有偶冰的口感 耶 千呼萬喚的飛魚炒飯 嗯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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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說一樣的話幹嘛 好香喔 我走對不起 好香喔 真不會是提琴招之摸一下的飛魚炒飯 特別好吃耶 有差有差 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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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喔 有沒有感動喔 流兩滴眼淚啊 跑三次啊 這個炒的剛剛好像不會太 鹹 非常好吃 有些很香 真的難怪老闆 這麼有志氣 嗯 真的好吃 昨天在上愛求之下 他還特地幫我們留了飯喔 沒錯 這是我們點的 絕對值得你來炒三次 好吃 我決定我要把我們頻道的名字 留在上面 蘭嶼的最後一站 因為離我們船班 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來這間 旅人喝喝東西 看看海 他這間就是在海邊 所以坐在那邊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海囉 他這間海邊就有一個位置 面海看海的位置 可是那邊應該是超級爆熱 所以大家都坐在那邊 這一群座位區 大家就坐在這邊 喝飲料 看海睡覺 太舒服了吧 那邊黃昏的時候有看到 有人情侶都在那邊 然後很浪漫 而且這邊的燈會點亮 非常浪漫 適合求婚的地方 沒錯 哈哈 這個人吵架的時候 適合的地方 沒錯 他這邊的地下 他這邊的一杯一樣 他如果點這個超餐的話 就可以加個飲料 常來蘭嶼告白 但是又失敗了吧 可以來這邊點 濕戀去海邊 對這裡看到海邊 你的心情會可惜很多 然後還喝著濕戀去海邊 是不是 然後你就可以來 做新的海島 小島濕戀 很有說 聽說眼淫的男生特別帥 然後女生呢 我們剛剛就點這個 渣男海東瓜 為什麼渣男是海東瓜 你們不記得 渣男首位高負帥 我覺得他還黑哈 所以我說為什麼你們要這樣說 首位是渣男高負帥 你們看這位 根本就是超好拍照啊 這是我老闆家的氣泡 還有這個習慣 你看這碗一樣是誰的 好啦 蘭嶼掰掰囉 結果我們要離開蘭嶼了 才看到老闆做了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上面寫了幾間 他們推薦吃的 我們只有一間去到 大推 大推 非常好吃 你們來 下次要吃啊 還有這個肉跟麵也非常好吃 但是老闆說 這裡面最厲害的是 上面的秘密集 蘭嶼也不錯 都沒吃到欸 太搞笑了 對啊 我們今天吃成這樣 還是沒吃到 你們下次自己來吧 就這些了 掰 好啦 那我們要回去了 我就來蘭嶼啊 其實不用特地安排 怎麼親手 其實就是蘭嶼環島一圈 然後 東京也兩個可以進去 早上看日子 日落的時候 再清清草人看戲 然後晚上 去氣象站看戲 然後剩下的時間 就讓自己放空 然後想說在這個小島上 生活都很棒 好啦 那我們要回去囉 掰掰 掰掰 又要搭三小時的海刀船